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一部有关斯大林统治时代苏联古拉格集中营的纪录片 将角逐2019年的奥斯卡奖 这部影片通过对一些幸存者的采访 讲述了古拉格集中营中女性的生活和命运 有评论认为迄今仍然对历史保密 以及不让社会知道苏共犯罪真相 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迫害 进入中选名单 女性在古拉格遭遇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12月18日 公布了2019年奥斯卡奖的候选短名单 在这份中选名单中 一部名叫《古拉格的女人》的纪录片 将角逐奥斯卡最佳记录短片奖 这部全长40分钟的影片 通过对6名幸存的古拉格集中营妇女的采访 讲述了苏共斯大林统治时代的政治迫害 古拉格集中营中女性的生活和命运 影片的制作者为此走访了俄罗斯的许多地区 包括目前被保存成为纪念馆的比尔姆36集中营 影片的制作获得了研究苏联政治迫害历史 位于莫斯科的纪念碑人权组织 以及莫斯科古拉格纪念馆的帮助 幸存者都超过80岁 其中一名被采访的妇女曾担任过前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 索尔仁尼琴的助理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 因为他的古拉格群岛一书而闻名 古拉格集中营的幸存者目前都已经超过80岁 这部影片的制作持续了5到6年的时间 制作过程中两名幸存者已经去世 斯大林卷土重来引发思考 除了幸存者的讲述 这部影片也谈到了在今天的俄罗斯 发动政治迫害的前苏共独裁者斯大林 又如何再次受到许多人的崇拜 这样的对比不但使影片内容形成反差 更能给观众留下很多思考 导演经历丰富 古拉格等同纳粹屠杀 这部影片由拥有俄罗斯和美国双重国籍的 纪录片导演亚洛夫斯卡亚指导 亚洛夫斯卡亚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 90年代初曾在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 独立电视台等几家俄罗斯主要媒体工作 后来他移民定居美国改学电影编导 在30年代的斯大林大清洗中 亚洛夫斯卡亚的祖父也没能幸免 曾在莫斯科犹太人纪念馆工作过一段时间的 亚洛夫斯卡亚认为苏共政权的政治迫害和古拉格集中营 就如同当年纳粹法西斯大毒杀 影片工作人员来自俄罗斯 性侵酷刑细节未被收录 亚洛夫斯卡亚说 这是奥斯卡历史上唯一一部 由来自俄罗斯的女性导演指导的俄语影片 影片的摄影剪辑等工作人员也全部来自俄罗斯 他希望影片最终能同俄罗斯观众见面 他说被采访的妇女也讲述了集中营中的酷刑 性侵等许多细节 但他没有收录进去 因为担心观众将因此分散对影片主题的关注 古拉格的女人这部影片目前在俄罗斯很少报道 90年代曾活跃于俄罗斯政坛的时事评论人波罗沃伊说 他得到的消息是 包括官媒塔斯社在内的俄罗斯媒体 都有意对这部影片只字不提 波罗沃伊说 克里姆林宫原来曾期望自己的影片 索比布尔入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但没能成功 官方影片落选 古拉格影片是否能上映 由俄罗斯文化部投入巨资拍摄的索比布尔 讲述的是二战期间犹太人红军战俘 如何从德国纳粹战俘营索比布尔逃生的故事 俄罗斯官方还花费重金 聘请知名公关公司为这部影片宣传 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 在索比布尔一篇落选后 俄罗斯官方将如何对待古拉格女人的这部纪录片 官媒未来是否将对此报道 这部纪录片是否将能在俄罗斯上映 特别引人关注 让更多人知道历史掩盖真相是变相迫害 从事斯大林政治迫害的历史研究的活动人士 聂斯杰连科说 古拉格集中营的故事 以及苏共政治迫害历史 必须应该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 掩盖历史真相也是一种变相的政治迫害 聂斯杰连科说 如果迄今仍然对过去那段历史保持沉默 如果不公开苏共政权 在所谓的建设共产主义过程中的犯罪真相 人们就会被蒙蔽 也不会更多理解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聂斯杰连科的父亲 在30年代斯大林的政治迫害中丧生 他说 尽管研究者和历史学家们 现在都已经熟知许多历史事件 但公众和社会仍然还需要花费很大努力 才能知道真相 这恰好是信息领域的迫害 中亚移民电影入选 哈萨克电影《我的小家伙》 这次也成功进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 中选名单中 这部影片的导演拥有哈萨克斯坦和 俄罗斯双重国籍 影片主要女演员来自吉尔吉斯坦 这部影片讲的是在莫斯科灯红酒绿 夜夜深歌的都市生活背后 中亚移民在当地不被主流社会关注 在底层为生存而挣扎的艰难生活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